大家好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中秋節快樂 不過特別提醒大家 我們一般的月亮跟地球有一些關係 這個就是引力的變化 所以當月亮距離地球近的這一面 就會引發這個潮水是比較高的 另外有高低潮 那地球本身就也會有自轉 所以這其實這個潮汐變化 其實是一個很穩定的一個現象 一天兩次的這個潮汐的一個變化 不過最近因為這個月球 離我們地球 預計在下禮拜一二走到一個 近地點 也就是說這個月亮離地球是最近的時候 就是我們熟悉的天文大潮 目前來看的話氣象局預估 在這個下禮拜一跟禮拜二有兩個時段 大概是晚上11點或是早上11點的時候 到達最高值 離警戒值超過了0.6公尺 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是0.3 0.4 不一定每個地方都不一樣 請大家多留意 那天文大潮呢 又面臨到這個 颱風 這個渡天颱風 今天下午的時候 各位來看 清晰可見 各位不要想到好幾天前的記憶 好幾天前 其實他的這個 頭尾 頭跟尾 其實伸手益觸 現在來看的話 都在這個地方 很完整的一個颱風 中度颱風 還會在持續生長當中 你看這清晰可見 是一個非常結構完整的颱風 他要怎麼走呢 你如果依照氣象局現在的預期的路徑來看的話 這條路徑切進來 各位來看 如果中心這條路徑來看的話 基本上是切著北海岸去 那這樣的情況呢 各位熟知 很多媒體習慣的 叫做 西北台 那這個就是西北台 如果這不是西北台 那什麼是西北台 當然啦 特別提醒大家 一個颱風的路徑絕對不是只有 這條線 事實上他 這整個範圍都是有可能變動的空間 裡面 就提醒大家要有這種觀念 不要說只看這條路徑 但是這個路徑呢 不管前後往南 100公里 或往北100公里 這是很可能的一個範圍裡面 這個對台灣影響的壓力都很大 請大家多留意了 特別各位來看 我剛才講過28 29號 28號晚上 29號早上11點 這個天文大潮這個時間點 各位來看這時間點 都在台灣附近 那這樣的 颱風本身如果是一個中心的這個低壓 特別是我剛才給大家看的 這個圈圈 這個圈圈這中心的低壓 他本來壓力就比較低 壓力比較低 他自然而然就有點像吸管一樣 吸一口把這個 這個海面 拉上來 通常來說的話大概100帕 大概會拉1公分 所以如果以前現在這個颱風來看的話 他的強度還蠻不好的 拉個大概30 10公分都無所謂 所以加那另外呢 如果走這樣的話 這可能是一個西北台 西北台 台風環流是這樣在繞 那當然啦 對北半部來 河岸邊 特別是河邊 他的這個 海水呢 可能會被風吹起來 還會再更高 所以這三個因素呢 如果剛剛好在這個時間點 接近到台灣附近 那這個就很麻煩了 所以特別提醒大家 希望不要這三個都不要出現 但是不知道 這個是未來我們看颱風的這個速度的變化 請大家要用一些 比較 戒慎前程 比較積極的作為 來應應這樣 這次的颱風 因為正遇到一個 很大的天文大潮 那這次颱風的路徑呢 老實說一直在修一直在修 如果依照現在 各個各國的路徑來看的話 氣象局是貼近北台灣 其他很多地方都是往南 稍微偏南一點點 會登陸 當然這個都是可能的機率範圍 就跟剛剛那張圖是一樣的 都在這個範圍裡面 但是特別提醒大家 就要特別做準備了 因為這個颱風 來的時間是下禮拜一禮拜二 就是大家要收假 假期要尾聲 到隔天上班的時間 壓力會比較大 特別提醒大家 明天要開始注意 要做準備了 可能會發佈海上警報 陸上警報 按照這個作為流程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各種的資訊的更新 那未來呢 其實今天的雨量呢 其實北部雲量很多 那偶有一些震雨 中南部偶有一些零星的震雨 中南部天氣比較穩定 那未來呢 這個颱風實際上 就往西走的過程當中 當然還會上上下有點變化啦 但是我們後續就 值得觀察它的走向 所以預計呢 明天北部呢 是容易有雨的 那禮拜一呢 颱風外環流可能會進來 那就看禮拜一任禮拜 禮拜二的這個雨勢 這個有很多變動的空間 看颱風往哪裡走 位置在哪裡 這個變化 雨量 禮拜一跟禮拜二的雨量 現在來說的話 參考價值很低 請大家多留意一下 那風呢也會逐漸增大 今天風有點增強啦 預期隨著颱風慢慢接近 也會越來越大 請大家多留意了 所以未來這幾天 台灣的這個 風雨的部分 其實大致上 禮拜天禮拜一 都是容易有雨的 禮拜天晚上 是轉為有雨的天氣 所以各位來說的話 絕對不要 不要再燒烤了啦 這個燒烤其實 想想這個環境的變化 盡量多做一些 有益於地球的這個事情 那禮拜一禮拜二 事實上相對的就是 容易有雨的 請大家多留意 那溫度呢也會明顯的一個下滑 天氣是有明顯的轉變了 那南部呢比較不受到影響 但是禮拜一禮拜二 一定會受到颱風的影響 請大家多留意了 特別是周三周四 相對的就慢慢就 晴朗很多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都間颱風 襲台機率明顯的增高很多 請大家多留意 那周一周二 座位接近 那中秋節 一定要有防台的動作 大家不要想到說 趕快有歡樂 一定要想到說災害帶來的可怕 一定要做一些該有的準備 特別是留意這個大潮 天文的大潮 還有颱風引發 水位的變化 請大家戒慎前程 做好該有的準備 被